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一个月几万块钱的工资,却连婷婷三千块钱的生活费都不愿意给,有你这样做爸爸的吗?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给,我就给你打官司,让大家看看你是一个什么狼心狗肺的东西。 他噼里啪啦一顿乱骂,吵得我脑子疼,可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给婷婷抚养费了,我半是安抚,半是保证,跟他澄清,绝对不可能。 好不容易才应付住这只母老虎,已经筋疲力竭,平时我的工资卡都是交给柳梅保管的,家里的一切支出都是他负责,以前不还好好的吗?怎么这个月不给了? 下了班,我急匆匆地往家赶,柳梅正在家和几个姐妹打牌,见我回来,笑盈盈地说了句,老公回来了,又埋头同牌友叹笑风生起来,我点点头去厨房做饭,饭做好,柳梅那群牌搭子也识趣地起身离去,柳梅走过来,在我脸上巴唧一口,老公最好了,我推她去洗手,吃饭时小心翼翼地打量了她几眼, 见她心情不错,便鼓起勇气,今天旅进给我打电话,她说婷婷生活费的事,是你扣下来了吗?柳梅点点头,对啊,她不是在上班吗?三千块钱,还来问你要啊? 不是她要,这是我每个月给婷婷的生活费,她一个女人养孩子,多一点钱总归是要方便点,没想到柳梅直接把筷子一扔,撅起了嘴,我肚子里也有你的孩子呀, 你怎么不为她想想,孩子出生后开销那么大,你不禁打息算一点,那你压力多大呀? 我张了张嘴,话自然而然地就涌到了嘴边,你每天在排桌上,输得都不止这个数,至于苛扣一个孩子的生活费吗? 那只柳梅一听就炸了,她把桌子一掀,瞪着我,插腰就开骂 吴君,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嫌弃我了?我们才结婚没多久啊,你就嫌弃我,婚内出轨的男人,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还怀着孕呢,你这么帮你前妻说话,你是不是还对她于情未了啊?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我又头痛起来,柳梅不依不饶地骂骂咧咧,我看着她一张一合的嘴,受不了地躲进了房间 她在外面叫得更大声了,将碗筷摔得噼里啪啦作响,我捂着脑袋,开始为第二段婚姻感到绝望 柳梅是我的同事,因为长得漂亮,性格温顺,整个公司的单身男人都对她抱有想法,可她却偏偏喜欢上了我 那时候,我正因为礼经泼辣的性格而叫苦不爹,温顺的柳梅就像微风一样吹得我心田荡漾 有一次,我被派去外地出差,柳梅作为下属一同前往 那天晚上,我们请客户喝酒,我喝得有点多,是柳梅把我送到了酒店 结果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和柳梅睡在了一张床上,然后就这么顺水推舟地在一起了 没过多久,我就被李静堵在了酒店床上 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向泼辣的李静竟然不吵不闹地甩给我一张离婚协议 她甚至没和我争夺财产,只要了婷婷的抚养权 让我每个月给三千的抚养费便搬了出去 心里不是不愧疚,可这份愧疚很快就被柳琴似水的柳梅给代替了 一开始,柳梅的温柔体贴让我十分受用 她很快就怀孕了,为了她的身体,我让她辞了职,专心在家养胎 大概是在家里闲得发慌,柳梅迷上了麻将 连饭也不做,成天叫外卖,一有时间就坐到排桌上 我劝过她几次,她都不听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我给她请了个保姆 白天给她做饭,打扫卫生 我晚上下班,再给她做晚饭 可柳梅却变本加厉,开始通宵达旦地打牌 气得我发火,把她那些牌友骂走了一波又一波 她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 经常说不上两句话,就先桌摔碗,闹得我苦不堪言 她做得再过分,我也由着她,直到运气敏感 平时输得再多也不管,没想到她这次居然把主意打到了婷婷的生活费上 任凭柳梅如何哭闹,我的态度都很坚决 婷婷的生活费必须给 我拿她的手机转账,没想到居然提示我余额不足 明明前天才发了工资,我看了柳梅一眼 钱呢?她支支吾吾的 这几天手气不好,都输了 我听得差点晕过去,我的税后工资也差不多四万块钱吧 这才第三天,竟然输完了 见我真的动怒了,又没有开始哭哭啼啼地抹眼泪 老公我错了,我再也不打牌了,你原谅我好不好 她顺势倒在我怀里,柔弱无骨的身子靠着我 我叹口气,谁让我就吃这一套呢 后来,我还是找同事借了三千块钱给李静 周末,我去接婷婷过来玩 小姑娘长高了,一张清秀的小脸红扑扑的,啥是可爱 想到自己离婚,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 我不免羞愧,只能在物质上弥补 我带婷婷出去买衣服,又带她去游乐场玩了一圈 随后回家把上次出差给她买的礼物拿给她 家里只有柳梅一个人,她正躺在沙发看电视 一见我们进屋,那双桃花眼立刻向婷婷扫过来 接着她脸色铁青地冲我吼 吴君,你又给她买东西 你是不是非得把家里的钱全拿给她,你才高兴 我黑着脸 我就买两件衣服,怎么就把家里奔空了 我不想当着婷婷的面跟她吵 静止去卧室拿礼物 那只柳梅见我无视她,气冲冲地跳起来 一把夺过婷婷手里的口袋 哗啦一声将衣服全都倒出来 拼命地拿脚去踩 我气得要死,又不敢动手拦她 怕她动了胎气 你这是干什么 柳梅恶狠狠地去拿剪刀 将衣服剪成了碎布 你们离婚了,你为什么还那么护着她 你是不是后悔了,想跟你前妻复婚 我不知道柳梅怎么会这么想 她挥着剪刀一副激动的样子 我怕她伤到自己,只能尽量安抚她 哪有的事,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哪知婷婷却突然开了口 狐狸精 柳梅睁大了眼,撕叫着就要朝婷婷扑过去 我连忙冲上去阻拦 她双手乱挥,剪刀戳在我胳膊上 画了一条长长的口子 溅了雪,柳梅才冷静下来 坐回沙发,又开始磨起眼泪 我颓然又丧气地给李静打了个电话 让她过来,接婷婷回家 我实在没有力气折腾了 李静很快过来,居高临下 眼神轻蔑地看了我一眼 牵着婷婷就走 那眼神让我难堪 我曾经一度想逃出李静这个虎狼窝 没想到转身就掉进了更凶残的牢笼里 我对柳梅的失望与日俱增 第二天下班回家 家里多了一个人,是柳梅的表哥 此刻正大大咧咧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而柳梅一反常态地在厨房做饭 我心里一阵憋屈 我每天辛苦上班 也没见她这么殷勤过 怎么她表哥一来就这么勤快了 柳强见到我 笑眯眯地爬起来打招呼 我点了点头 去厨房帮柳梅打下手 我一边摘菜一边问她 你表哥怎么又来了 柳梅一听脸色就变得很难看 什么叫又来了 她家里出了点事 来我们这里住几天 几天 我郁闷得要死 对这个柳强简直厌恶至极 柳梅父母双亡 自小在柳强家长大 像当初 我跟柳梅刚结婚的时候 她就以娘家人的身份 问我要了十二万的彩礼 这还不算 为了证明我对柳梅的真心 又逼着我将房子过户给她 只写她一个人的名字 这些我都一一答应了下来 可没想到 她经常打着来看看我 有没有欺负柳梅的幌子 三天两头往这里跑 动不动就问柳梅要钱 少则几千 多则几万 这也是我生气的原因 柳梅对这个表哥出手如此阔绰 却连三千块钱都舍不得给婷婷 连我买几件衣服 她也要打发雷霆 白天我去上班了 他们两个就在家里 也不知道在密谋什么 真正让我含金的事还在后面 没多久 婷婷就出事了 李静给我打电话 在电话里 哭得稀里哗啦 听得人心碎 我连忙安抚她 让她冷静点 她才抽叶着告诉我 婷婷最近一段时间 老是有不明原因的出血 而且怎么都止不住 她觉得可疑 带去检查 一查竟然是集训白血病 现在只能进行骨髓移植 我配型不成功 现在全部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 我一听 双腿发软 连忙请了假 直奔医院去做配型 万幸我配型成功 可手术费要五十万 李静完全没了平时的泼辣 靠在墙边 眼泪无声地流 我于心不忍地拍拍她的肩膀 你放心吧 婷婷也是我的女儿 这五十万 我出 以前跟李静在一起时 她经济独立 没问我要过钱 我每个月都是拿一半工资 给她开销 剩下的全部攒起来 不知不觉攒了有几十万 当初离婚时 我怕她同我分割财产 便将这几十万转移到了柳梅名下 谁曾想 她从来没咕咚过这份念头 我疯疯活活地赶回家取钱 一推门就见柳梅 正拿好切好的水果 喂给柳墙吃 两个人的动作 看起来轻易无比 柳梅一见我 吓了一跳 立马缩回手 我心思不在他们身上 只是看了柳梅一眼 直接去卧室拿钱去了 我翻箱倒柜地找了好久 都没找见那张卡 柳梅听见动静 走进来问我找什么 我头也不抬地翻着衣柜 那张几十万的卡呢 我有急用 柳梅在身后有些心虚 你要钱干嘛 挺挺病了 要钱做手术 我心情如焚 向他逼过去 钱呢 柳梅支支吾吾地 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一生气 直接吼了出来 钱呢 你拿到哪儿去了 柳梅低头不敢看我 我表哥前不久想买车 我就借了二十万给他 我倒抽一口凉气 二十万 你没问问我就给了他二十万 你疯了吗 你吼什么吼 他不是你前去的女儿吗 你们都离婚了 你还管他死活做什么 再说 五哥一个大男人 没车多不方便呀 买辆车怎么了 我觉得他简直不可理喻 不想再和他计较 朝他伸手 那总归还剩下二三十万吧 钱呢 你别跟我废话 赶快拿出来 这是婷婷的救命钱 柳梅不满地瞪着我 没钱 我姑妈他们要翻新老房子 这钱得给他们留着 我恨不得一巴掌扇到他脸上 你搞清楚 那是我的钱 我才是养你的那个人 我有权支配我的金钱 现在婷婷等着钱救命呢 把钱给我拿来 我拽住他的手腕 恶狠狠地逼问着他 没提放身后的柳墙 被他一脚踹翻 妈的 你好什么好 你平时在家就是这样对我妹的 你个杂种 他身高腿长 体格强壮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被他按在地上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柳梅就在一旁 冷眼看着 完全没有要上来拉架的打算 我心灰意冷 柳墙最后又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然后搂着柳梅离开 我在地上躺了好一会儿 心里憋屈又难过 看着柳墙把柳梅带了出去 开始后悔 当初一夜纵情时 以为眼前人是良配 现在才知道是苦果 我想不通 是不是只要结了婚 再温柔的女人 都会变成这样不迷世里 歇斯底里的泼妇模样 我拖着一身伤 往医院赶来 李静怡见我立马迎了上来 满脸期待 医生说现在配型成功 只要交了手术费 就可以直接手术了 我低下头不敢看他 那个 钱现在有点问题 你再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尽快 李静的脸色冷了下来 吴君 躺在病床上的可是你女儿 你要见死不救吗 我急了 我怎么会不救 我就是没拿到钱 我越说越小声 李静冷笑 那个柳梅不愿意给吧 连那种女人你都看得上 你还真是无可救药 回家好好查查你的账吧 别被人当了冤大头 骗了还不知道 李静说完就走 他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缘大头 我想到柳梅说拿了二十万 给柳强买车 那他会不会趁我不在 把剩下的钱 真的转给他姑妈修房子 我吓出一身汗 连忙往回赶 却看见街上 柳强和柳梅手牵手 笑得一脸甜蜜 甚至柳强还在柳梅嘴上 亲了一口 我心里翻江倒海 停下车拉开车门 就冲了出去 你们干什么呢 柳梅吓了一跳 柳强倒反而理直气壮 我请我老婆怎么了 犯法吗 你老婆 我震惊地看着她 还没反应过来 柳强又抛下一句话 我老婆快生了 你赶快离婚搬走吧 我妈要来照顾柳梅了 我被这句话轰炸得动弹不得 指着柳梅半天说不出话 柳梅娇悄地往柳强怀里倒去 吴君 我没离婚吧 我肚子里怀的呢 也不是你的肿 所以早早断了吧我们 我记得七窍生烟 好不容易才找回一丝理智 你们不是表兄妹吗 柳梅笑 骗你呢 他叫王强是我男人 你这个贱人 一想到他们曾经住在我的房子里 不知道做了什么勾当 我就快要气疯了 离婚吧 柳梅幸灾乐祸地看着我 当初还不是看你有钱 就随便撩了撩你 没想到你一下就上钩了 你婚内出轨也不是什么好人 所以你也不用做出这副 遭人背叛的无辜模样来 行啊 离婚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他 要不是忌惮他旁边的王强 我一定要狠狠地给他一巴掌 我迅速联系律师准备离婚 清点财产时发现 我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被转移了 也就是说 我现在离婚相当于净身出户 我恨不得撕碎柳梅那个贱人 怪不得 他们敢如此肆无忌惮地跟我提离婚 原来是早有准备 我也是这才知道柳梅他们的目的 柳梅一开始 就是看上我的钱才接近我的 她缠着我离婚扶证她 怀孕后辞职 也是方便她背地里和王强转移我的财产 我果真是个冤大头 辛苦上班 帮别人养着老婆和孩子 柳梅把离婚协议书 连同我的行李一并扔出门 我在门口哭都哭不出来 当初为了证明我爱她 一早就把房子过户到她名下 现在看来 我真的是自食其果 我无处可去 拖着行李箱回到医院 不知道该怎么捅李箱说钱的事 李箱看着我落魄的样子毫不意外 钱的事不用你想办法 本来也没指望过你 看你可怜 我只是借这件事给你提个醒罢了 钱的事我男朋友会想办法 她男朋友 恰巧此时前方有人叫着她的名字 李箱应了一声跑上前 一脸温柔 羞涩地冲男人笑笑 然后牵着她的手往病房走去 两人的背影看起来无比般配 之前甜蜜的气氛像极了曾经的我和她 我心里一酸 想到我们的从前 我怎么就把她变成了陌路人呢 手术时间很快确定下来 我捐了骨髓 出手术室时 看到李箱那个男朋友 在挺挺床前忙前忙后 半鬼脸都挺挺开心 一旁的李箱坐在椅子上削苹果 笑容淡然地看着他们 他们其乐融融 看起来像真正的一家人 我默默地退去了 一段婚外情 把自己搞成这副狼狈的模样 我真是活该 站到医院门口 想到自己房子没了 存款也没了 我迷茫地抬头望天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